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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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能在试验室里得出九五千在风沙弥漫的环境中的真实表现 那么它在真实的战斗中的表现也将是个大大的问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条件随时会随时会做出调整 开始射击后几乎不能看出射手是否在抠动扳机 只有密室内被放大的枪声证明 九五枪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还在可靠地工作 一天的试验过后 九五枪先后经历了近100度温差的温度环境 泥沙风滚的河流 风沙弥漫的阳尘 漂泊大雨的洗礼 在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射手的体能消耗惊人 更为重要的是 在试验过程中 它们的精神必须高度紧张 因为 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理波动 都可能影响射击成绩 而这 最终会关系到九五枪的试验数据 九五枪的设计和性能是否合格 也正是在这样苛刻的考验下完成见点 为了检验九五枪 经过泥沙河水后 能否可靠工作 就必须经过近河水试验的检测 我们设置了这么一套 这个浅河水实验系统 它能够模拟 我们国家 主要的大江大河流域的 河水泥沙含量 及河水流速 可以说比较真实的反映了 这些大江大河流域的自然情况 即使在真正的作战环境中 九五枪 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遭受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水 长时间冲刷 但是 为了在战场上 能够确保 它在特定环境中的使用 去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 从河水中捞出的 湿零零的九五枪 必须马上进入射击室 进行实弹射击 降落速度和降雨强度 都可以进行模拟 这个实验系统可以真实的摸拟 自然界的小雨 中雨 大雨 以及特大暴雨环境 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 武器和人员在这个 雨水的冲刷条件下 武器的这个润滑条件 会得到改变 会影响它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另外一个 雨水对武器的秀施 也会影响武器产品的可靠性 九五枪在漂泊大雨中 自身优异的可靠性 那么接下来九五枪 还将迎接怎样的考验呢 也不满沙尘的试验室 是九五枪即将面临的 另一项考验 阳尘试验室 接下来九五枪将再次进行 和水有关的考核 只是这一次 就不光是在水里扎猛子 这么简单了 这是淋雨设计室 它能够模拟自然界的淋雨环境 主要是用于考核 轻武器在淋雨条件下 作战使用时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及它的设计功能 在淋雨实验室的顶部 是一个布雨器 它能够模拟自然界降雨的全过程 在淋雨实验室内 自然界的雨滴的直径 雨滴的 彼内 sinon 呼 Mistress 汲用时的衣裤 布林 武装囚图是军队作战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战术 但是,对于枪械来说,经过武装求度后,大量的泥沙可能会沉浸在武器系统中 这样,在射击过程中就会容易导致武器系统的运动阻力增大 容易出现后座不到位,附近不到位等故障 在尘途飞扬的战场上,这些细小的沙尘可以进入枪械身上极为细小的缝隙、轴承和连接处 而它们极有可能对枪械的内部机构造成侵蚀和阻塞作用 这样就会降低枪械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在战场上,伊丽莎就足以让士兵手中的枪完全丧失战斗力 如果不能在试验室里得出九五枪在封杀弥漫的环境中的真实表现 那么它在真实的战斗中的表现也将是个大大的问号 尘土从上方抛杀下来以后,古风机以一定的风速吹动起来 在射击室内形成封杀弥漫的环境 试验开始后,尽管居射手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 可以真实的模拟自然界的小雨、中雨、大雨以及特大暴雨环境 在平时战时的使用过程中,武器和人员在这个雨水的冲刷条件下 武器的这个润滑条件会得到改变 会改变,会影响它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另外一个,雨水对武器的秀施也会影响武器产品的可靠性 九五强在飘滑大雨中 有了自身优异的可靠性 那么接下来,九五强还将迎接怎样的考验呢? 演组不满沙尘的试验室 是九五强即将面临的另一项考验 阳尘试验室 在尘途飞扬的战场上 这些细小的沙尘可以进入枪械身上 极为细小的缝隙 接下来,九五强将再次进行和水有关的考核 只是这一次就不光是在水里扎猛子这么简单了 这是淋雨设计室 它能够模拟自然界的淋雨环境 主要是用于考核轻武器 在淋雨条件下 作战使用时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及它的设计功能 在淋雨试验室的顶部是一个布语器 它能够模拟自然界降雨的全过程 在淋雨试验室内 自然界的雨滴的直径 雨滴的降落速度和降雨强度都可以进行模拟 这个实验系统 为了检验九五强 经过泥沙河水后能否可靠工作 就必须经过净河水试验的检测 我们设置了这么一套淋河水实验系统 它能够模拟我们国家主要的大疆大河流域的 河水泥沙含量及河水流速 可以说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这些大疆大河流域的自然情况 即使在真正的作战环境中 九五强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遭受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水长时间冲刷 但是为了在战场上能够确保它在特定环境中的使用 去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 从河水中捞出的湿零零的九五强 必须马上进入射击室进行实弹射击 轴承和连接处 而它们极有可能对枪械的内部机构造成侵蚀和阻塞作用 这样就会降低枪械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在战场上 伊丽莎就足以让士兵手中的枪完全丧失战斗力 如果不能在试验室里得出九五千 在风沙弥漫的环境中的真实表现 那么它在真实的战斗中的表现 也将是个大大的问号 尘土从上方抛杀下来以后 鼓风机以一定的风速吹动起来 在射击室内形成风沙弥漫的环境 试验开始后 尽管居射手只有不到分明的距离 但眼前的景象已经十分模糊 在试验过程中 风力 风速 沙尘的颗粒等等 这些条件 从设计研发到装队部里 一支枪将会有怎样苛刻的考验 一日之内历经高温 银寒 泥沙 阳尘 一支枪如何百炼成钢 每周一哥为您揭秘 九五枪秘密报告 武装囚渡是军队作战过程中 经常使用的战术 但是对于枪械来说 经过武装囚渡后 大量的泥沙可能会沉浸在武器系统中 这样在射击过程中 就会容易导致武器系统的运动阻力增大 容易出现后座不到位 附近不到位等故障 从设计研发到装队部里 一支枪将会有怎样苛刻的考验 一日之内历经高温 银寒 泥沙 阳尘 一支枪如何百炼成钢 每周一哥为您揭秘 九五枪秘密报告 武装囚渡是军队作战过程中 经常使用的战术 但是对于枪械来说 经过武装囚渡后 大量的泥沙可能会沉浸在武器系统中 这样在射击过程中 就会容易导致武器系统的运动阻力增大 容易出现后座不到位 附近不到位等故障 为了检验九五枪 经过泥沙河水后 能否可靠工作 就必须经过净河水试验的检测 我们设置了这么一套清河水实验系统 它能够模拟我们国家主要的大江大河流域的 河水泥沙含量及河水流速 可以说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这些大江大河流域的自然情况 主要的大江大河流域的河水泥沙含量 及河水流速可以说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这些大江大河流域的自然情况 即使在真正的作战环境中 九五枪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遭受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水长时间冲刷 但是为了在战场上能够确保它在特定环境中的使用 去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 从河水中捞出的湿零零的九五枪 必须马上进入射击室进行实弹射击 降落速度和降雨强度都可以进行模拟 这个实验系统可以真实的模拟 自然界的小雨中雨大雨以及特大暴雨环境 在平时战时的使用过程中 武器和人员在这个雨水的冲刷条件下 武器的这个润滑条件会得到改变 会改变会影响它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另外一个雨水对武器的秀施 也会影响武器产品的可靠性 九五枪在漂泊大雨中 自身优异的可靠性 那么接下来九五枪还将迎接怎样的考验呢 也不满沙尘的实验室 使九五枪即将灭 在雨水的冲刷条件下 武器的这个润滑条件会得到改变 会影响它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另外一个雨水对武器的秀施 也会影响武器产品的可靠性 九五枪在漂泊大雨中 自身优异的可靠性 那么接下来九五枪还将迎接怎样的考验呢 演出不满沙尘的实验室 是九五枪即将面临的另一项考验 阳尘实验室 在尘途飞扬的战场上 这些细小的沙尘 可以进入枪械身上 极为细小的缝隙 轴承和连接处 而它们极有可能对枪械的内部机构 造成侵蚀和阻塞作用 这样就会降低枪械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在战场上 一粒杀就足以让士兵手中的枪完全丧失战斗力 如果不能在试验室里得出九五枪在封杀弥漫的环境中的真实表现 那么它在真实的战斗中的表现也将是个大大的问号 尘途从上方抛杀下来以后 古风机以一定的风速吹动起来 在射击室内形成封杀弥漫的环境 试验开始后 利亚遭受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水长时间冲刷 但是为了在战场上能够确保它在特定环境中的使用 去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 从河水中捞出的失灵灵的九五枪 必须马上进入射击室进行实弹射击 接下来九五枪将再次进行和水有关的考核 只是这一次就不光是在水里扎猛子这么简单了 这是淋雨设计室 它能够模拟自然界的淋雨环境 主要是用于考核轻武器 在淋雨条件下作战使用时的机构动作可靠性 及它的设计功能 在淋雨实验室的顶部是一个布语器 它能够模拟自然界降雨的全过程 在淋雨实验室内 自然界的雨滴的直径 雨滴的降落速度和降雨强度都可以进行模拟 这个实验系统可以真实地模拟 自然界的小雨中雨大雨 以及特大暴雨环境 在平时那个暂时的使用过程中 武器和人员在这个 尽管去射手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 但眼前的景象已经十分模糊 在实验过程中 风力 风速 沙尘的颗粒等等 这些条件随时会做出调整 开始设计后 几乎不能看出射手是否在抠动扳机 只有密室内被放大的枪声证明 九五枪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还在可靠地工作 一天的试验过后 九五枪先后经历了近一百度温差的温度环境 泥沙风滚的河流 风沙弥漫的阳尘 漂泊大女的洗礼 在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射手的体能消耗惊人 更为重要的是 在试验过程中 他们的精神必须高度紧张 因为 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理波动 都可能影响射击成绩 而这 最终会关系到九五枪的试验数据 九五枪的设计和性能是否合格 也正是在这样苛刻的考验下 完成鉴定 为了检验九五枪 经过泥沙河水后 能否可靠工作 就必须经过近河水试验的检测 我们设置了这么一套 这个请客者实验系统 它能够模拟我们国家